在国内现在比较清明比较接地气的两个平台就是抖音和快手还有西瓜还有金日头条 这些平台呢基本就出自两个权威单位也就是说两个垄断机构 喉舌的垄断机构 我一开始讲历史也是在抖音和西瓜视频上 可是呢当我的粉丝涨到18万的时候忽然莫名其妙的被封号了 而且是按照我的身份证给封的 我在发布视频制作视频和直播间里说话非常小心 但架不住敏感词汇实在是太多了 我每天被敏感词汇包围各式各样的敏感词汇 什么都可能是敏感词汇 以至于到最后敏感词汇这个词这句话都成了敏感词汇 你说我只不过想说一些真实的历史 而且这些历史离现在已经很非常久远了 我现在依然在抖音和快手平台上有自己的账号 但我所发的一些短视频 不出意外的话都是被秒删 因为只要有我的脸和我的声音 那么不论好坏都会被平台无情的打压 像袁腾飞高小松 严重年之流的文化流氓 他们对游牧文化根本就一无所知 却要大言不惭的去讲游牧民族的历史 而经常性的出言不信 侮辱游牧民族和侮辱游牧民族的文化和习俗 这些人一旦被举报或者被起诉 他们所得到的惩罚都是政治或政策层面上的 比如歧视少数民族或者制造民族矛盾之类的 但他们所发表的一些言论 一些不切实际的言论并没有在学术上被否定 而我只是想通过探讨和对话 拨乱反正 纠正他们对游牧民族游牧文明的错误认识和错误言论 我不是汉人 我不喜欢背后屎绊子 背后扎吱 揪辫子 打棍子 我只想真刀真枪的跟你理论 用真实的历史事实来打倒你 用历史事实告诉你 游牧民族是用马蹄丈量世界的 游牧民族的视野永远是天边 而农耕民族的视野永远是田间 我们看的方向就不一样 我们了解的世界也不一样 我们的想法更不一样 有很多坐在书栽里喝着清茶的学者 张口闭口口若玄非的赞美农耕文化 甚至把农耕文化说成是农耕文明 我敢保证你一天农民都没当过 你甚至都没在田间地头老老实实的待过 好好的农田长什么样你都不懂 在基建文明到来之前 人类所有大规模的农业活动都是以奴隶制为基础的 古埃及文明 古中华文明 甚至是南北战争之前的南方政权都是以奴隶制为基础 建立的大规模的农业社会的 因为没有几个人愿意面朝黄土背朝天心堪情愿的去做农民的 所以奴隶制才是农业社会的前身 封建专制制度就是在奴隶制农业社会的基础上发展出来的 它的所有文化细胞都是围绕着奴隶主和奴隶们展开的 只不过儒生们善于狡辩 善于混淆是非 只是轻轻地动一下笔 就把一些历史上的丑陋真相给粉饰了 我个人认为在中原有两种太监 一种太监是从肉体上去世 一种太监是从思想上去世 而很多儒生就是在思想上被去过世的太监 他们只为帝王唱赞歌 不为枪声说人话 他们处处维护的都是帝王的利益 封建专制制度的利益 中原地区的皇权专制是政教合一的体制 那些皇帝在政治上是独裁者 而在文化上他们是教主 他们维护的一个东西叫儒家思想 而儒家思想从董仲书时期开始 就成了维护封建专制制度的核心理论 而封建专制制度就是2.0版的奴隶制度 像袁腾飞高晓松新浩年之流 他们表面上也骂封建专制制度 表面上也会骂封建专制帝王 但是他们并不想放弃他们传统文化 他们只是想升级 把奴隶制度升级为3.0版 这些人和他们的族群 想要选择什么样的社会 什么样的生活方式我不管 但是我要通过马背视角 来解读下游牧文明 通过我个人的解读 让更多的人对游牧文明有理性的认识 但到现在为止 我还没找到一个适合我的平台 因为很多平台是不接纳我的 感谢大家陪老阿一起用马蹄丈量世界 一个地鸣一段历史 关注老阿讲历史 感谢大家